TiO89系列A7增强功能说明 硬体增强方面ROM最大至32K×16 RAM最大至6K×10 TableROM的最大可以到32K×8 IOCD最大至64条SIC线10和乘以16条COM线 对战增加到16层 Timer增加至3组 却可以通过组合变成12bit或者16bit的工作方式 IO增加至5组4bit的Io RF线路增加至2组 并且可以选择电容的方式 间接寻止寄存期增加至2组 增加了乘法指令和16bit的操作指令 硬体修改部分 修改了IOCD显示为固定的PLA加上DataRAM的方式 使得IOCD显示RAM可以读取 D-RAM也修改为DataRAM的方式 同样也可以做读起的动作 软体增强部分 软体可以使用汇编和细语言两种开发语言 在产品规划上 全系列IC实现了功能完全向下降容 并且将OTPIC的工作电压降至1.2V 实现了MaskIC与OTPIC一一的对应关系 客户几乎可以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就可以自由选择使用Mask和OTPY完成量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TM89系列IC内部资源的对比表 在这份表格里我们只列出了Mask类型的IC 因为相对应的OTP类型的IC的资源 与Mask类型IC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面一共有三组数据 第一个是ROM空间 第二个是TableROM空间 另外一个是RAM空间 从这个图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 整个TM89系列IC是按照图形从左之右的瞬息 它的内部资源是成一个递减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TM89系列IC的外部资源对比表 那这个表格内一共有四组内容 分别是拼角数量 塞线数量和IO数量和抗拼数量 那从趋势上来看 同样是从图形的左侧向右侧有一个递减的一个趋势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从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对比表来了解到 TM89系列IC的整个支援分配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与TM878589系列IC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Matico服务 Matico服务是时速公司提供的一种免费的服务 它是在每个月中对TM8722和TM8726以及TM895三颗IC提供的一种免费的Mask服务 对于客户的每个Po9我们将提供50颗免费的IC 但这50颗IC并没有经过生产测试 所以并不是每个IC都会工作正常 但根据我们的良率推算的话 50颗IC中至少应该有80%的IC功能会是正常的 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获得TM878589系列IC的支援列表 首先使用IE将我们公司的网站开启